Hello 大家好 我是int1 刘宇 今天我代表int1 画一只雷公马 那在画这只雷公马之前 我要看一下 关于雷公马的一个视频 没见过吧 没见过 这是什么 我如果在路上见到他 一定会被他吸引着 他有不同的颜色是吗 这样很好看 他是不是蜥蜴 蜥蜴的一种 我们上次去海南没有看到 很酷 这个颜色酷 我觉得我肯定会画得比较抽象 选几个喜欢的颜色吧 橙色 还有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黑色 先把他的轮廓描出来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眼睛 你的绘画风格是什么 风格就是卡通形象为主 如果是要画国风的话 我就会画一些比较写实的了 像这种的我肯定会把它画得很可爱 虽然我在路上看到他肯定会被吓得飞到几百米开外 但是看他的视频我觉得他蛮可爱的 你平时画画的机会多吗 非常多啊 就经常会自己没事就画一画 我那个家里的桌子上有一个台力 还有很大 然后我就经常出门前等车的时候 我就会画 你一般画什么呢 一般啊 比如说我看到身边有什么雪花的图案啊 小动物的图案啊 我都会画 它身上鳞片我觉得很多 我得画点鳞片下来 你画的雷公马在干什么 我想给它画在一个树枝上趴着的感觉 你一定学过画画吧 我没有学过画 小时候可能有自己在学校里喜欢绘画 但其实没有学过 还挺好看我觉得 继续画 快完成了 给它上颜色了 这个颜色当它的皮肤 我觉得我这副作品 一定会画得不错 你的雷公马亮点是什么 亮点 亮点在于它的眼睛得大 眼睛大才能吸引人吗 这样一看 你看这个眼睛这么大 比它的身体还大 我觉得这种形象就非常可爱 几百米开外就可以看到它的眼睛 我们再填一下它的眼睛的颜色 这个眼睛蛮有神的 我刚看那个视频 我看它有些地方它会变成红色吗 我把它画一个红色的腮红 它的眼皮也得上来点这个红色的元素 它可能看到了它比较喜欢的小动物 看到它的同伴 它头上还帽一点小爱心 小猩猩 我觉得我完成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画的雷公马 我刚看视频我就知道 它这个橙色和黑色 就比较容易画出来 我就选择这些颜色 但重点是它这个两个小红点 还有它眼皮的红色 还有这几颗小爱心和猩猩 它就看到了它喜欢吃的食物 有可能 然后就旁边冒出了小猩猩 它趴在的是海南的树枝上 很生动 很可爱 快给它起个名字吧 害羞闪电雷公马 因为它的表情是害羞 但是它这里的鳞片又像闪电 又酷又可爱 接下来我要在这幅作品上 留下我的名字 既然它这里有爱心 那我也在这里画一个小爱心 跟随我一同关注 并参与海南雷公马IP形象设计大赛 一起创造海南对外宣传的 全新形象 我这个笔画出来很像黑这么糊 不是纯黑色吗 不是 因为我觉得纯黑色有点丝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对笔里面没有找到纯黑色 刘宇 你的腰手边 你看 你仔细看 真的有纯黑色 真的有纯黑色 我平常看到什么颜色我就喜欢拿什么颜色 不是眼睛不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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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